顧客又要头痛了 为什么呢 其实原来这个总统府因为年代太久远了 每到台风天的时候呢 就得烦恼漏水的问题 尤其在顶楼的国安会 只要一下雨啊 天花板就会开始漏水 形成另类的受灾户 而且呢 还有白蚁还有老鼠横行 也是总统府的老问题了 甚至食物放在桌上头 还会被老鼠偷吃一口 一张张的旧照片 诉说的总统府90岁的高龄 从日剧时代的总督府 一步步变成现在的总统府 但是建筑实在太老旧 即使现在里面装潢的富丽堂皇 但只要雨一下 就是外面下大雨 里面下小雨 尤其是五楼的国安会 更是重灾区 尤其粉刷掉落 抓漏抓不完 更别提是管线老旧 鼠辈横行 大大方方在桌上偷吃食物 被逮到更是实有所闻 多多少少都有 就是说有听到这样的说法 但是我个人就是在 总统府服务这一年多 我是自己没有看过老鼠 从我前面跑过去了 因为这房子实在是 有点古老 是有一些这个地方 如果这个雨大一点的时候 就会有水从这个 屋顶这样子滴下来 不止老鼠多 白蚁也快把木造门窗给吃光了 连请来的驱从公司 都束手无策 总统府现在外面是防爆墙 可以说是同墙铁壁 但里面的蠢蟲危机 和老鼠流窜才是更难防的 中文新闻 聊立场摩波雷 台北报道